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8月18日 最近看了一个视频是环球时报记者胡维嘉接受采访的视频 网上有传言说胡维嘉是胡锡进的女儿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呢? 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传言说胡锡进有一个儿子在加拿大工作 胡锡进就出来毕谣 说他只有一个女儿是在北京工作的 胡维嘉跟胡锡进都姓胡 又都在环球时报工作 长得还挺像的 所以人们就认为胡维嘉是胡锡进的女儿 当然关靠这些还不能这么证明 但是我发现有一点可以佐证胡维嘉就是胡锡进的女儿 一到圣诞节国内就会出现舆论 要反对过阳节 那胡锡进是一番常态 对此此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胡锡进自己说了 他的父母就是基督教徒 然后一到圣诞节 他就要陪他的父母去教堂 那胡维嘉在这个视频里头也说了 说他奶奶是基督徒 然后呢 一到圣诞节 他就要推着他的奶奶去教堂 胡维嘉是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 中国是有宗教自由的 比美国在这方面还自由的 但他举这个例子就跟胡锡进自己说的就对上了 所以呢 可以认为 胡维嘉就像网上传言的那样 那就是胡锡进的女儿 但如果说错的推测错的话呢 欢迎胡锡进来就证 我是一直在批胡锡进的 有一些人可能会说 批胡锡进你就批不要扬及他的家人了 这么说是没错的 如果胡锡进的女儿 只是在幕后 跟胡锡进做的事情没有一点关系 我们当然了 没必要把他的这个女儿给扯进来了 但是呢 现在胡维嘉 是作为反美动势 推出来的 是要继承胡锡进的大业的 我后面还会再具体的说 为什么 他是要继承胡锡进的这个副业 那么呢 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 我们呢 当然是可以去挖一挖 他的底细了 我先来说 他这个接受采访的这个视频 他主要的内容 也是要反美的 就是要说 美国多么的不好 中国多么的好 所以呢 他就依然从美国回中国了 那美国当然有不好的地方 中国当然呢 有好的地方 但是呢 你不管怎么样 你不能说去胡说 你如果说 是十四求是的说 当然了 大家无话可说 但是呢 你去胡说的话 说假话 说这种谎言 那么呢 我们当然了 可以去批一批他了 那他在这个视频里头 就有很多的这种假话 胡说八道的内容 我呢 也没有必要一一的 去把它抓出来 逐一的痛批一番 我只举一个例子好了 他在视频里头说了 说他在美国 是在一个叫波特兰的小城市 这个波特兰的 是美国西海岸的第四大城市 没有高楼 生活呢 很平淡 不像北京的生活 那么热闹 所以呢 他任期一结束 就毫不犹豫的 赶快就回了北京了 那他对波特兰的这番描述 就是在说假话 胡维加之所以既要说波特兰是一个小城市 又要强调呢 它是美国西海岸的第四大城市 目的是要让人们产生一个印象 你看 连美国发达的西海岸的第四大城市 也是一个小城市 这个首先呢 他把基本的数据给搞错了 波特兰呢 不是西海岸的第四大城市 而是第六大城市 美国西海岸的第一大城市 是洛杉矶第二大城市呢 是我们圣地亚哥第三大城市 是圣和塞 第四大城市呢 是旧金山 第五大城市 是西雅图 第六大城市 才是尔勒岗的波特兰 对于圣地亚哥 还有圣和塞 在中国没那么出名 那么也许呢 胡维加 他也不知道 然后就相当然的 以为波特兰是仅次于洛杉矶 旧金山 西雅图 这三个最著名的城市 所以呢 就变成了第四大城市 但一般的人 可以这么相当然 你作为记者 你怎么能够连最基本的数据 那都没有掌握呢 那么其次呢 波特兰是不是一个小城市 波特兰的人口 那只有那么六七十万 你如果按中国的城市的标准 那的确呢 可以说是一个小城市 但是呢 你如果按中国的这个标准的话 那美国除了纽约就没有大城市了 连洛杉矶也不算是大城市了 因为美国它是地广人序 各个城市的人口 美法呢 跟中国的城市相比的一个城市的大小 你是不能看看人口的多少的 这波特兰它不仅不是一个小城市 还是一个大都市 几个例子 它是有一个国际机场的 是有航班 可以直飞好几个国家的大城市的 那中国哪一个小城市 所有这样的国际机场 另外呢 波特兰是有好几所大学的 著名的公立的大学 有波特兰州立大学 还有一个叫俄勒港健康科学大学 除此之外呢 还有几所私立的大学 包括了波特兰大学 那中国哪一个小城市 有这么多的大学呢 所以你不能光客 因为它人口跟中国的城市比起来比较少 然后就非要说人家是一个小城市 而且啊 胡一家还说了 说这个 为了强调它是个小城市 说波特兰呢 是没有高楼的 波特兰是有高楼的 集中在市中心 你先翻一下 这个基本的数据也能够找出来的 75米高以上的高楼呢 波特兰是有31座的 150米以上的高楼 波特兰呢 也有4座 最高的一座高楼呢 是高166米的 那么中国的哪一个小城市 有这样的高楼呢 没有的 这些 我刚才说这些高楼 它是集中在波特兰的市中心 你只要去了波特兰市中心 就能够见到的 那么你胡维加兰岛 没有去过波特兰的市中心吗 他自己说了 在视频里面 说他住在郊区 但是呢 走15分钟的路 就到了市中心的购物中心 波特兰 波特兰 虽然面积不算很大 但是呢 他市区的面积呢 也有300多平方公里的 你怎么可能说走15分钟的路 就从郊区走到了市中心了 开车15分钟 那还差不多 所以这个胡维加 有可能呢 只是把郊区的一个购物中心 就当成了市中心了 那他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到过波特兰的市中心 所以没有看到那里其实是高楼林立的呢 我其实也不太可能 这为什么呢 因为波特兰的市中心是很出名的 是一个旅游点 那胡维加 你在波特兰 他好歹也待了两年了 虽然没有车 可能要靠步行 平时 但是呢 怎么可能说 我没有同事 没有朋友 会开车 带他到市中心 去转一转 去观光一下 那是个著名的旅游点啊 所以你只要去过了市中心 那么呢 就可以看到那里 其实有很多高楼的 所以他说什么 波特兰没有高楼 这个呢 是为了强调 它是一个小城市 是一个很平淡的 小城市跟北京完全没法比的 然后呢 说了假话的 那么 胡维加 在波特兰 究竟是在干什么呢 他自己说了 任期一结束 就毫不犹豫的 马上就回国了 用的是个任期 所以呢 我们可以肯定 他不是在波特兰留学 是在工作的 那么 究竟干的是什么工作呢 我一开始以为 胡维加是作为 环球时报的记者 派出到波特兰的 还很奇怪 为什么 环球时报要到波特兰 这么一个 不算是美国重要的城市 派出记者 是不是胡锡进 在以权谋师 后来查了一下 发现不是的 胡维加是到 波特兰州立大学的 孔子学院当中文教师 波特兰州立大学 就在波特兰市中心 所以除非胡维加 从来就不去上班 不然的话 他肯定就到过市中心 肯定就会发现 那里实际上是有很多高楼的 这样也可以 进一步的证明 他说波特兰没有高楼 就是在说家话了 那么 他要当中文教师 但是呢 并没有这种中文教学的资质 他并不是中文系毕业的 也不是师范大学毕业的 他本科是国际公关学院 国经系毕业的 是学的是经济 那为什么能够去当中文教师呢 那是国务院汉办派过去的 那作为志愿者 这么一个名义派过去的 那这个呢 那就完全是因为胡锡进的关系了 那这些由汉办派到孔子学院去 当所谓的志愿者 中文教师 就都是一帮有关系 有门路的官家子弟 去美国度一层金 顺便也赚一笔钱 因为所谓的志愿者 按中国的标准 都是要拿报酬的 就像那些防疫志愿者 一天呢 要赚好几百块钱的 那么胡维嘉呢 他是本科一毕业 他就被派过去了 他是2010年9月 2010年毕业的 然后就当年的9月呢 就到了这个孔子学院 那去当这个中文教师了 那这个中文教师的任期是一年 所以到第二年 任期到了 也并没有像他在视频说的 说任期一到 就急忙忙的 急不可耐的 回中国了 不是 他又留下来 又干了一个任期 是直到2012年 第二个任期 满了 才回国 他回国干什么呢 去了环球时报 英文版 当记者 那这个当然呢 也完全是胡锡进的 关系了 他虽然在英文版 当记者 现在能查到的 是2014年 发了第一篇报道 但是呢 时不时的 还要出国 要公费理由的 去过阿根廷 19年的时候 还到了旧金山 可以以这种摄影记者的名义 拍几张旧金山 唐人街 迎接中国国庆的照片 然后就算交差了 但是呢 他主要的工作 还是在英文版 后来呢 主要是写英文的评论 现在呢 已经是环球时报 英文版的经济评论部 主任 他是1988年出生的 这才30岁出头 已经当上了一个部署人了 这个呢 这个呢 当然呢 也是要靠他老爸的栽培 那么他人呢 还是挺勤奋的 我看了一下 是美国那么一两天 两三天 就要发表一篇 英文的评论文章的 登在环球时报 英文版上的这些文章呢 主要都是在骂美国的 偶尔呢 也骂一下欧盟 骂一下日本 但主要是骂美国 所以呢 这个他就继承了 胡锡进的反美大业了 只不过呢 胡锡进主要写的是 中文的文章 用中文文章在骂美国 而胡维嘉呢 是用英文文章在骂美国 所以这也算是发扬光大了 我发现了 就中国的这些反美斗士 他们的子女 往往呢 也要继承 副业 像我以前有一期的 节目就谈到了 金灿荣的儿子 也是在反美的搞 从事这个反美大业的 也是上阵父子兵 那胡锡进呢 这个算是上阵妇女兵 所以 他们不仅继承了 这个反美大业 而且呢 也像他们的父亲一样 也是满嘴的 谎言 假话 胡说八道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会儿 有评论 在这一步 对 有评论